hello 大家好 接下来我要跟大家分享如何用这个propresenter去输出到obs做推流直播 那propresenter是一个非常强大的现场敬拜或者演唱会的一个啊 投影的软件啊 它可以算是投影软件里面最强大的一款了 那很多的大型的特会啊 大型的教会全部都在用的 那它的一个诗歌的编辑呢 是在这个地方完成的 就是把每一首歌的歌词啊 录入在这个地方 然后这个是歌曲的清单 那当我们在投影的时候 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选择背景的啊 视频啊 像这样子的 或者是背景的图片 那我们啊 我们也可以啊 用这个 我们也可以用这个 就是我的现场的一个一个摄像头啊 或者现场的一个摄像机来做我的背景都是可以的啊 好 那接下来呢 我要把这个propresenter的一个输出送到obs 然后从obs 然后从obs 里面做啊 直播推流出去 那我首先第一步要做的就是当然是把歌编辑好啊 然后呢 把我想要的背景啊 动态的背景也好还是啊 或是我的一个现场的现场的一个啊 一个live video都可以啊 都可以设置的 那接着呢 我设置好以后 我要从这个属性菜单里面 把这一项 这一项 还有这一项 打开 这个是非常重要 这个叫enable呢 塞粉 塞粉呢 这个是一个特别的功能啊 那当我把这个塞粉打开的时候呢 我就能够在这里添加一个塞粉的客户端 也就在这个媒体来源这个地方 添加一个塞粉的客户端 那塞粉的客户端 你当你点新键以后呢 确定啊 他会让你 显示哈 一个这样的propresenter的output 一个来源 当你选中他以后 你看 他所有的这个propresenter的这个输出的画面全部都到了这边 当然你可以裁剪啊 你可以裁剪啊 你可以裁剪 让他 啊 部分显示在这边 也可以全屏 那我做的一个设置呢 是我把它整个全屏投过来 然后我可能现场我会有一个机位 或者是两个机位啊 或者是三个机位 我这个上面或四个机位 我全部都可以去 啊 在这个地方去添加 好 所以我在 OBS 里面就可以去完成最后推流出去的整个最终的画面啊 好 但是我的诗歌 投影的时候 我是在这个propresenter这边完成 propresenter还有一个非常啊 专业的一个功能啊 就是使用一个ipad 就可以去控制他的啊 歌词 好 就是你用一台ipad 连上这个wifi 就跟这台电脑是同一个局域网下面的话 你就可以remote 就是遥控啊 遥控就是你在你的ipad上可以选择好 每一句歌词 那你在这边选择好 那你在这边选的时候 推流出去的就是一行一行字出来了啊 我觉得这个非常使用啊 也是效果非常好 所以推荐大家可以去学习一下 祝福尼 想指示你 张嘴大家 赢得有什么意思呢 还有就是说手似的